落跑移工 為了躲避茶器 居然是從店員變成了客人 宜蘭蘇澳有店家疑似非法雇傭失聯的移工 這兩名女子一看到了移民署的人員上門 立刻有從店員變成了顧客 但是呢演技不太好 最終還是被識破 當場遭逮送辦 移民署人員現身餐廳 兩名女店員卻快步往外走 其中一人見情況不對勁 情急之下還緊抓著店門口的歧視 我先問是不是跑掉的 會這麼緊張全是因為他們是失聯一年多的印尼技衣工 兩人分別來台多年原本在雙北從事看護工作 但覺得太辛苦 在朋友的介紹下到蘇澳之間待遇較好的 海產店非法打工 擔心被抓到平時還趁沒客人的時候 不斷演練盤查劇情 假裝自己也是客人 沒想到30號遇到移民署人員查契 原本還在招呼客人 下一秒卻變成顧客 當場被識破 呼籲雇主不要聘雇非法來入不明的移工 那目前就業服務法最高的罰則會罰到75萬 落跑移工想躲避查契 排練多次原以為萬無一失 但最後還是栽在移民署人員的法眼下 記者李克彥 宜蘭報導